欸!是好喝的耶!是好喝的那一種耶! 歡迎來到Azo的頻道,現在很窄,廣島! 剛剛搭新幹線,從國多到廣島,一個小時就到了,超級快速! 廣島這邊的交通也是用後面這個路面電車,就很像熊本的,所以就要靠這種路面電車 我們買這個一日乘車券是600塊,它搭一次是180,一日乘車券就是把上面的日期刮開,就是今天幾月幾號把它刮開 然後上車就是給它看,它就可以知道說是哪一天的一日乘車券 所以我們大概要搭個4次才會划算 我現在在縮景園,它是一個廣島代表性的觀光景點,來廣島的話可以來這邊看一下走一走 它是以前廣島藩族前野長城的一個別底庭園 1920年竣工,現在已經被指定成國家的名勝了 縮景園是仿造中國的池泉回游市庭園以水池為中心 周圍有茶室山、溪谷、橋等大大小小的島嶼來當作造景 所以每年在這邊也會舉行一些茶會 那進來一次的門票是260元 這個島,就是他們這邊非常著名的造景 OK,景縮園結束,裡面很多歐美的觀光客 講一下廣島這個地方好了,廣島這個地方出名的就是河豹嘛 另外一件事情是,這邊是馬自達的發源地 那我們現在要去廣島城 現在在這地方是廣島城 它是毛利輝源在天鎮17年 就是1589年的時候所建造的城 也被稱為叫做鯉城,鯉魚的鯉,就是鯉城 那這也是廣島東洋鯉魚隊的名字由來 它的天守閣因為元豹而勤到 現在是昭和33年所復健而成的 我們爬上來了,五層樓還六層 好累,沒有電梯 然後裡面現在是歷史文化展物館 展示一些他們刀子啊,還有以前的武器的地方 所以裡面不能拍照,只能拍外面 然後它這個城啊,有用一些圍籬之類的 就這個,有點醜啦,有點醜 不過OK啦,上面的景色還是不錯的 結束了,廣島城 雖然它很漂亮,我認真建議不用進去裡面 就上到這邊拍照就好,上面這邊不用錢 進去城裡面要錢,費用是370塊日幣 然後我覺得可以不用進去了 原因是這樣的,先講第一個好,不能拍照 我原本想說可以進去裡面拍一些 他們以前的文物啊,然後一些導覽之類的 可是裡面都不能拍照 有一個穿衣服的體驗可以拍 可是人有點多,總之裡面的文物那些都不能拍 有點可惜,好這就算了 再來呢,外面天氣非常熱,裡面只有電扇 就是它沒有冷氣的一個系統 所以,裡面就是很熱 然後又有團客進去,所以非常熱 再來是,它總共5層樓高 全部都要爬樓梯,沒有電梯 就是這樣,5層樓高,沒有電梯,沒有冷氣 又不能拍照,進去真的就是蠻可惜的 在外面拍拍照就好 另外一點是它的觀景台,鐵條把它整個封住 你沒有辦法好好在上面拍照 加上上面呢,它只有大概一個人到兩個人的走道 的空間,所以 其實裡面很小很擠 所以,不建議 加上它的票價是確實有一點點高 這是我的一個小建議 因為它裡面有展示一些兵器 然後那些兵器感覺都殺過人 確實是有點可怕 可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歡日本文化 如果你對這些兵器很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就這樣 那現在要去下一個 我現在到了一個非常難過的地方 這地方是圓豹圓頂館 它是距離圓豹中心很近的建築物 奇蹟式的沒有全部都崩壞 還保有一些原來的樣貌 這個地方經過幾次修復之後 在1992年登陸世界遺產 持續要呼籲說廢除何物 並希望世界永遠和平 好,我吃完剛剛的廣島燒了 好,我吃完剛剛的廣島燒了 欸我臉好紅,我剛有喝酒 這一家店叫做Nagataya 它裡面就是賣廣島燒 然後它有很多口味 然後我吃的是他們招牌 上面有一顆蛋 我剛想說因為我不太喜歡吃那個生蛋 我剛想說就把我煎在裡面 所以我裡面其實有兩顆蛋 外面其實沒有看到蛋,沒關係 我有拍到別人的畫面 那廣島燒跟大阪燒 我記得就是插在有沒有麵 它那個廣島燒就是下面有一層皮 然後上面又放蔬菜 然後海鮮 它這家很厲害的就是海鮮跟豬肉 味道融合得很好 它的醬是另外自己在加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控制它那個量 因為人很多人真的蠻多的 要等一下子 覺得還蠻值得等 因為還蠻好吃的 在圓抱圓頂的旁邊 所以很多人會來 我覺得我會推薦 還蠻好吃的 醬可以自己加 所以你不用怕說它幫你擠一堆醬 跑來日本喝珍珠的奶茶 因為他們最近開始流行珍奶 就是這個 就是台灣的珍珠奶茶 然後我想說來買買看 他們這邊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價格超級貴的 這樣五百五十塊 這一次就想說不能買太普通的 所以就買這個 綠色的 就是抹茶 他們的抹茶 抹茶總是日本的吧 它上面是寫語字抹茶 然後裡面有黑糖 我是點30%的糖 然後牛奶 抹茶 這應該有角吧 不角怎麼喝 剛才在外面錄影 然後一堆人看了就進去買了 我現在來喝喝看 是好喝的耶 是好喝的那一種 它的抹茶跟牛奶 融合得很剛好 然後抹茶不會太甜 沒有加一些糖 所以讓那個珍珠變得好好吃 就是很 珍珠就是QQ然後甜甜的 我覺得這可以耶 這很好喝 它的那個抹茶味 就是有一種抹茶的那種苦苦的味道 不會被糖的那個甜味蓋過 我覺得可以 這可以買 這可以買 可是它550塊日幣 就當買一杯星巴克 最近日本的珍珠太流行了 所以想說就來試試看吧 到晚上了 今天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就是今天是中秋節 圓圓的 但是呢 我這個相機不夠好 拍不到圓圓的月亮 我現在來這個地方呢 是我的朋友 Sane-san推薦給我的 這個地方可以拍到 非常漂亮的廣島的景色 我現在位在這個天橋上面 天橋上呢 就是可以拍到這個畫面 登登 路上電車交會而過 然後我剛有開直播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是在拍的同時 我還開著直播 然後跟大家聊天 因為拍的時候 確實蠻無聊的 歡迎Follow我的IG 然後我不定時會開直播 那今天廣島影片就這樣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喜歡 如果你朋友來廣島的話 可以把這影片分享給大家看 不想錯過的話 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按下小鈴鐺 就這樣啦 掰掰 請訂閱我的頻道 我記得照片 點燈